这名境外移入的个案是20多岁的男性 6月26日持阴性报告搭击返台 并回到宜蘭自宅居家检疫 期满前接受裁检 结果是阳性 因为这个个案确实遵守相关规定 因此没有任何足迹以及接触者 今天呢宜蘭没有确止的个案 那呢 连续15天都是家临 谢谢大家的全力配合努力 继续为我们的健康来把关 谢谢大家的配合 那呢 今天呢 有境外一位呢 到了我们的宜蘭 对他做居家的检疫 期满前的裁检 但是呢 结果确诊CT指示34 那在宜蘭这段期间呢 这位确诊者遵守这个相关的规定 因此没有新增匡列的接触者 也没有产生足迹 至于疫苗施打的进度 目前开放69岁到71岁民众到合约诊所和医院来施打 预计13日施打完毕 并在当天开放所有医院诊所和卫生所 接受65岁到68岁的民众预约接种疫苗 我们疫苗持续在施打 当然啦 现在是为我们的 从下礼拜一开始 我们所有的医院 诊所 卫生所都会为69岁到71岁的现名服务 从礼拜三开始呢 会为65到68岁的现名服务 那即使是这样 如果之前 我们只要在65岁一项长者 如果因故在通知的时候不能打的 没有关系 您随时可以跟我们的合约医院 合约诊所 以及卫生所联络预约 我们随时可以给各位安排时间来为服务 中央的疫苗施打的意愿系统 就是呼吁呢 各民众 如果是第九第十类的民众 也就是18岁到64岁的这个患有这个高风险疾病 罕见疾病或重大伤病者 以及呢50岁到64岁的这个民众呢 这个请到1922网站登记施打意愿 开放到7月12号为止 中央会依照登记人数的这个多广 来配发我们的疫苗数量 亦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道